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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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困難 很開心啊 跳了 其實很開心 只是上一次 只是上一場球 因為今天錄影是星期三 就是打日子 還有三個小時 英格蘭就開國 對荷蘭 對荷蘭 挺好的地方 通常就是我們錄影的時間 就不知道那個結果 所以在節目最尾的時候 究竟那個酒吧 是不是今天更加瘋的呢 就是贏瑞士更加瘋了 當日 死瘋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約你這個中數錄影嗎? 因為錄影完之後我可以看球 平時我真的一場都站不上去看球 其實我是令到你不睡覺 是一隻電套 一隻電套來的 讓你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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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和大家英國的球迷一樣 一齊歡呼 還是一起呢 就是沒有什麼表情的 你明白 六年分分鐘都是取來開播時間做一個小時 雖然那些電視就晚上傍晚七點鐘就開始有直播了 那價格的問題 我怕你最後一刻就睡著了 不會 做完節目呢 通常我都會跟一些徒弟這麼說 你一定會很害怕的 腦子不斷地想有些什麼要說呢? 奇哥說錯了些什麼呢? 有些什麼可以疼奇哥呢? 你的腦子不斷轉了兩個小時之後 你是停不下來的 要喝杯冷水 坐下晚餐 於是等到三點 希望看到半場球 希望半場球英格蘭已經搞定了荷蘭 那就睡得安安安 又起床就收錢了 不是 我們自在收錢而已 不是自在樂觀而已 我們真的做到的 觀眾都知道我們是博彩的 對呀 上一次英格蘭對瑞士 我立即WhatsApp 奇哥說 哇哇哇 真的是收錢了 後來是晉級 射12碼 射5球 這個是歐洲國家足球賽事的 但是我們不如先說回 我沒有跟著你啊 沒有跟著我啊 你贏了這麼多錢也沒有跟著我 我們對珍格蘭是很忠誠的支持的 希望贏了 又買不到手贏了 如果說得直接一點就沒什麼信心 太標了 所以我不敢 不敢 所以沒有信心不要緊 因為錄影的時候7月11號啊 但是上個星期7月4號就是投票日了嘛 我們一連兩集多些 奇哥都在分析了英國的選舉 也都是現在陳埃樂定 什麼418票之上啊 保守黨99.5票啊 結果奇哥大勝 這個時間就交給了奇哥 說回那個票數他如何取勝啊 這次呢 跟蔡前 是不是蔡前 這個基本上選舉之前的民意調查就很相近 但是問題呢 就是賭球和賭選舉 賭什麼都好 英國的博彩公司呢 都會令到你左下為難的 就是你啊 如果你買這個保守黨輸 或者工黨贏的話呢 基本上呢 你就不用分了 甚至不讓你下注 但是不可以很賭 永遠都會加為 啊 今晚會不會呢 又多少倍呢 德國最興啊 其實是不是開盤很厲害的 其實開盤的 就是好像NBA打籃球那些 讓多少球啊 大家會總入球是多少 二百球啊 輸了 輸了 輸了多少呢 所以歐洲國家盃的時候呢 我曾經就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不是估計哪一隊贏的 就是哪一隊呢 加時的時候呢 總的那個黃牌的數目呢 是不是四個黃牌或以上呢 那我贏了 因為加時是沒有 就是我的定論呢 就是沒有體力了嘛 沒有體力呢 你過的時候會抱著你 就是他不是好像很重複啊 他整個人是想著你啊 那一定是黃牌啦 是不是啊 那所以呢 最後呢 就好像 送多個紅牌了 我忘記了哪一隊了 我忘記了德國那隊 那最後就收錢 就是有時候呢 有些挺有趣的 就是我們那些叫玩一下而已 你每個天好像很賭徒 就是 就很高興啦 也是有個關注點給大家 所以那一次就說 德國大家在那裡聊天的時候呢 就說呢 絕大部分的博彩公司呢 就會開一個盤頭挺有趣的 就是 那些人說保守黨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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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衰到怎麼衰呢 那真的是民意調查說 只剩下100席而已 結果呢 那些賭管公司真是吸引你啊 就開99.5席以下呢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高的賠率 好像10元都有 就是10磅啊 都有幾十磅分 就是大家可能真是敗 那就是說啊 工黨很厲害啊 400席以上啊 那他就開了一個418.5席或以上 你又是有好分的賠率啊這樣 那我兩樣都不相信 那天我記得你叫我買呢 保守黨是99.5席以下 啊 這樣啊 我也托了你買了啦 你都沒什麼信心 你好像是10磅的阿邦那樣 我們很多的啦 吃過眼的啦 吃過眼的啦 那我呢 我就買保守黨是99.5席以上 公帑呢一定是418.5席以下 我覺得他贏就不要來得那麼離譜 爛船有三分釘 我跟他說 所以呢 結果呢 就中了 保守黨最後呢 出人意表地呢 真的超過400席 都大勝的了 就是412席 公党412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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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點那樣 那個時候呢 保守工黨是有410席 但是中了11席還沒開 咦 難道真的會中人家 就是你啊 你的朋友 會中 幸好一直開出來 然後就去了那些SMP啊 Ardes那裡 保守黨就沒什麼升的了 就是神祖保守黨呢 都過了99.5席 這個截墮的 截墮中的截墮的議席 沒有那麼低的 那裡已經OK了 那工黨最後過不過呢? 原來410之後呢 它都停的了 但是一路呢 都沒有選舉結果公佈 所以博彩公司就不派彩 最後我記得有兩席 不知道哪兩席 沒有說我 可能都是威爾斯 蘇格蘭那些偏遠的地方 一路保守 保守到晚上 都還有一席 還沒重點 再重點 就是德哥贏的那些對手 贏一票 今天就不點 今天就不點 搞得很厲害 好像差不多 要到第二天才落實 因為所有的議席呢 OK了 那些博彩公司才會派彩的 所以呢 最後呢 結論都是保守黨的 但是絕大部分呢 如果你跟這個博彩 公黨贏的 公黨贏呢 結果呢 絕大部分的 派彩公司呢 其實都是殺了你住的 因為它開的門口呢 都是會吸引你輸的 差不多啦 你這個公黨 它猜得挺對的 418 你現在412左右啦 就是爭6票 很叮噹 上下都是很爭 民調是410的 民調很準的 真的 反而相對保守黨就差一點了 保守黨它開就99.5 就是100上下 但是結果呢 保守黨下了130多席 結果呢 很快就知道保守黨的分子在哪裡了 如果以100席的話 不過可能這次呢 就是我自己看下去呢 就是說那個蘇格蘭的民族黨啊 它跌票呢 跌得很多啊 不知道是不是它跌票 跌得很多啊 就是英國的分析 給公黨立了啦 哦 給公黨立了 蘇格蘭給公黨立了 另外一個自由民主黨呢 就是因為我 品提它 大幅增加選票 大幅增加 因為它是黨魁 幹什麼鬼啊 它是黨魁跳嵌豬針嘛 WOW DO WHAT YOU NEVER DONE BEFORE 你投你 沒有 你 如果那個 七年幾票啊 不需要出去 如果你是保守黨真的不行啊 辛偉誠隨故啊 都贏了那個議席了 是不是嗎 辛偉誠搞定了 選民懲罰它的 它懲罰它其實是想想你想想想 你想要走?不想走 你繼續要做議員 不讓你重傷 有錢真的要做議員 所以這個就是 不是啊 你其實呢 這裡呢 剛剛講完選票之後 講選票稍後一點再講一下其他分析 你看到整個議會的制度 民主制度 即是基石尼 美國那些都是走在旁邊 其實不用 還有過渡期的應該 是不是 不是說你選完就立刻要落任的 是不是 沒有這件事情的 就算美國總統選完都一段時間 台灣選舉選完之後都一段時間 去到任期之內 是不是 英國的民主制度就真的是 願選復書 願選復書 一 早上 未等這個大選最後結果 我說 比博彩公司還快 知道這麼大部分選票都輸了 我已經收拾了兩隻 這樣就新委成宣佈辭任首相 就是不需要等 做多兩天 做多三天 即日 即日就辭 即日就搬出去 跟著後腳就進來 前後腳進來 是啊 即日就不需要立刻走 是唐寧街10號門口前面 開記者招待會的 分醒才走啦 那麼淒賊 不是 不是 今早知道選舉結果 就立刻來了 時職 與此同時 早上已經公開工黨了 工黨就去更建國王 跟著呢 就立刻搬進去首相簿 立刻來 說change是立刻做的 他說change是立刻做的 不是慢慢做 是立刻做的 那個交接呢 是真是無逢交接 馬上實施 不會賴死 不會賴住 那你不用辭職的 是不是 那我們安排一個所謂交接權力 台灣也是的嘛 慢慢怎樣交接啊 怎樣怎樣 阻一下你 難一下你 什麼都有嘛 立刻 昨天 星期二的時候 還是馬上要開國會 新委成未選到 未選到新的黨魁 還是要做 變成由一個首相 變成一個影子首相 立刻調位 對面調位 還要站起來 說話 哇 多尷尬 沒問題 繼續做 然後我會接受一段時間 1922委員會就成立 然後就開始選黨魁了 哇 我覺得真是這個 真是很成熟啊 整個議會制度 大家很純粹 就是真是很純粹的做法 李公河 還有 還有 工黨也都說 其實都讚好 三位成啊 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都很辛苦啊 整個保守黨這麼辛苦啊 最辛苦就輸了給我啦 是不是 Covid 的時候又怎樣怎樣 真是風涼的說話啊 真是很純粹的 很開心 我看到他們那個 就是我猜不到是 即是即時做的啊 即是比博彩公司快的時候厲害 就是我真的猜不到啊 早上就遲啦 不搞啦 說一點怨言都沒有啊 接著兩個人就隔定了 馬上搬出來 馬上搬進去 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 那個選舉 我們的分析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